你能看到我的那个 我可以看到 对对对 我给你讲一下我们现在的思路 你录了吗 我录了 对 就这篇文章你读 你读了吧 就是那个 就是介绍通证经济的干嘛的 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要做的事情就是说 把那个Defing的成熟玩法 套用在那个众筹市场 是希望做这件事吗 基本思想就是传统的众筹来说 你从众筹到交付 中间这一段的过程 它是缺失的 对用户来说 他其实啥都不能做对吧 只能吐吐槽 对啥都不能做 只是只有一个静态的一个股权 对那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 你众筹完之后 我们就立刻把你上一个交易所 嗯 那这个交易所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 我们现在用的是uniswap 那uniswap的好处就是它 呃它叫那个imm 就是呃没有订单簿 就传统的交易所 它都是有人挂买单和卖单的嘛 对吧 对 但是这种交易所 它就是用一个合约去作为做市商 然后跟你进行交互 然后跟你进行交互 所以这个合约里面它要有 你变成110澳币 那你的项目方的代币可能就就是变少了嘛 它等于多少呢 等于1万除以110 呃1万除以110 对不对 就它是维持这个成绩不变 但有很多机制啊 我现在跟你跟你说的只是最简单的 但你只要把最简单看懂就可以了 OK 呃那相当于就是你花了10个澳币买了 买了多少9.1个这个项目方代币对吧 啊 对 所以说呃这个这个机制非常简单 就是有一个 对用户来说 他就你像你上次不也买了导导 那个导导币吗 他就是一个买和卖这个两个按钮对吧 然后他能看到一个 他能看到这个一个目前的价格 也可以看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看到历史的价格 好那我们项目方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现在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我要募资呃100万澳币 然后呢呃我会告诉你呃你你募完这个澳币之后 呃你你发行多少比如说我发行 我就简单点我也发行项目方的代币是 比如这个大电影就叫做叫大电影 就是这样那你募完募资呃募资成功了之后呢 呃就相当于你这个代币销售完了 然后呢紧接着立刻你会有一个额外呃你会有一个激励池 就是这个激励池叫就是做来用来做流动性挖矿的 比如他只能有一万个DDY 这是额外的 然后呢用户怎么获得这一万的DDY呢 他是要通他要把他买到的这个DDY和他的那个AOD 呃stake就是抵押在这个合约里 然后说另一种说法叫提中流动性 一般这个也叫做LP token 或者叫流动性提中者 对但一般的用户是不会做这个操作的嘛 这只有进阶的用户才 或者是我们项目帮自己 你可以自己去买一些自己的代币 然后去做这个操作 你只要有人做这个操作 那你就相当于呃这个市场有流动性了 有人在这的交易所里面挂单 那他就是有一个价格的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交易 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具体的算法 这个IMM的曲线 把它的价格尽量的弄平缓 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暴涨暴跌嘛 对吧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那核心就是你做抵押这个操作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激励 他会激励池里面剩下的这些代币 他就会慢慢逐步解锁奖励 为什么呢 就相当于是 其实因为是针对每个项目 是发行一个新的代币 所以也没有市场市面上也没有 历史上面也没有说 呃现有的挂单都必须要通过 我我现有的投资人 他提供流动性的时候 我才我才会对 让他具有流动性 对你的第一波流动性 一定是跟你的正筹价格一样的嘛 就他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就会什么样子呢 就比如说我这个项目 他只发100万 对他这个项目 比如说只发100万滴滴滴 但是他买的人特别多 比如说他只有110万的金额想进来 对吧 那剩下10万他就会买不到 对吧 买不到的这个钱 但是他还可以从阿吉市场上去购买 那阿吉市场上的价格 势必就会比他原本的发行价要高嘛 对吧 会发生这种情况 对 那呃 但是这个流动性提供者 他是有风险的 因为他的本质相当于 在交易所里面挂单嘛 比如说如果你的代币 他后面涨到了两倍 呃 比如说这个代币涨到两块 两招也有第一个 那你 你这个 你流动性提供者 他在那个取回领的流动性的时候 他 他的一部分的项目方代币就被卖掉了 卖给了其他人 所以他是有损失的 这个我们在这个术语叫做无偿损失 那你们我们怎么去弥补这个早期的流动性提供者的无偿损失呢 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激励池里面的流动性挖矿 好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呃 可分论代币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 这个 代币本身他有股票的属性 那他有分红的属性 然后呢 这个和智能合约里面他有提供了两个方法 一个叫 make profit 就是他可以 这个合约可以记录外部收益 第二个方法是claim 就是用户可以领取当前的分红 你要记住这两个非常核心的方法 那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他的特性 比如说你买一个特斯拉的股票 那我告诉你他一年分红一次 或者是有的是两年分红一次 whatever 他的周期是非常长的嘛 对吧 但是你用区块链做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他变成了real time的事情 就是你每产生一笔收入 你都可以跟大家一起分红 然后你可能每个代币就分一分钱两分钱 然后每但是你每一笔交易你都能分红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实施的事情 并且呢第二个就是他的 一笔交易你指的是 就是 交易所内的交易吗 不不不 我们现在指的是他的那个外部收益 外部收益 对 就是比如说 那这样的话就是跟跟相互本身的 那个特性会有关系 对对 你先听我说完嘛 对 你先听我把这个战链跟你说完嘛 比如说我卖一个电影 我是一个众筹大电影 最后他会交付卖电影票 或者是我是众筹一个独立游戏 我最后会上架Apple Stone 上架Steam 他每产生一笔订单 如果那个项目方他诚实的把钱打进来的话 或者如果比如说10年以后大家都拿Capital进行支付 你就也没有这个事情了对吧 好现在我们就需要就是这个项目方他执行这个函数 打钱打进来 那他的好处就是第一他是实时的 第二个是他是非常省大死费的 他不需要就是你比如说你每次分红你都要跑所有的人 他其实不是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欧一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个是他不会被front running front running的意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去交易所我要买的东西 然后我看到你要买进来了 我看到你我就赶紧的在你的前面再挂一笔订单 在你前面又更便宜的价格进来对吧 就比如说如果我知道我要分红了 我在分红之前的一天我去买这个股票 然后分完后我再卖掉对吧 但是在这个设计里面他也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因为你能分多少钱是根据你持这个持这个token的时间 就是持token的这段时间里他产生了多少收益 他才能会等比例的按照这个时间段里面 每个每次分红的时候他的总的token有多少分给你 所以他是实时的并且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 我们来看一些他的应用嘛对吧 比如在游戏里面我们来看一个游戏 比如说这是一个前几年的前年的一个项目叫eosbet 他的玩法就是他是一个线上的区块链赌场 然后他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他告诉你 你这可以终身免费分红 就是如果你你有这个bet代币 那么每当有人来投注的时候 你就他这个赌场因为他有收益嘛对吧 你就会分你就会通过这个代币分一部分他的收益 这个就是前年最主流的玩法就是可分论代币模型 那可分论代币模型跟这个现在的这个流动性挖矿 他们有什么联系呢 就是其实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 就是流动性挖矿他的本质也是这个可分论代币模型 只不过他分论的内容不是这个合约的外部收益 而是一个预留的这个流动性激励池 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们两个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 嗯 然后呢 呃具体代码就是最成熟的这个代码就是在这儿 呃 叫UNIPOOL 这个是Synthetis今年做的一个 但是你仔细呃很多项目现在都在用他的这个代码 到时候我们肯定也呃也会用这个 他的核心就是说你可以执行staker操作和withdraw操作 呃然后你staker操作他每次会update reward 然后你你可以get reward拿走你的分红 对拿走你的分红 对就是流动性挖矿它的本质跟可分论代币是一样的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事情结合起来 再来看一次啊 呃我们现在到底有哪些东西 呃我们继续讲应用吧 比如说游戏它也可以产生利润也可以有着分红 比如说商业它也可以这么分红 比如说房地产房地产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差嘛对吧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房地产的项目给tokenize 之后呃它你去trade 你的token甚至你还可以当是这个 你你住这个房间的你可以住一个月对吧 然后它会产生房租 这个房租就你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可分论代币的这个profit去分掉 所以它就解决了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这是区块链最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去去去做这个instrument 然后解决流动性的问题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个项目方的代币比如说这个电影 还是大电影这个代币 那我们现在看有哪些东西 呃首先是这个项目方代币 项目代币 或者叫商业代币吧 我们现在起的新名字叫商业代币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的是分论对吧 因为你的项目最后可能会盈利 好 还有一个代币叫DDYLP 这个就是呃 这个是流动性代币 流动性代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因为我市场上需要有人做事嘛 对吧 呃你做事的时候你需要同时在合约里面存放DDY和AOD对吧 就是二币和你要同时存这两个对 然后呢它会按照你当前存的这个流动性的比例给你发放流动性代币 就是这个呃DDY和LP 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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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是什么呢 首先它是一种凭证 呃你可以随时withdraw流动性的凭证 第二就是你可以赚取交易手续费 然后你要承担无偿损失 承担无偿 对 无偿损失 就你挂单的 比如说这个代币升值了以后 对你要承担这个 因为你已经在交易市场里挂单了 呃 这个交易手续费是什么呢 就只要有人来交易 那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是是是赚了多时商的整个费用 对对 然后承担了一个贵差 对没错 对对对 这是这个代币 它还有一个收益 就是流动性挖矿的收益 啊 就是它的收益是这所有的这些东西 呃集合在一起 然后呢 呃 它还损失了一个东西 损失了就是损失了原生 呃DDI的分润 真的你能理解吗 对 因为它 因为它生成了 对对对 对对 你把钱stake 扣到了这个合约里 就这个分润现在给谁拿了呢 给这个铺拿了 就给我们的这个做事商来了 对吧 那做事商其实是一个合约 他不是人 那他也没有必要拿这个钱 所以这个做事商 他的所有的这个分润 他应该要回到这个铺里面 对吧 嗯 他要把它转呃 他要把它回购 在二级市场上回购这个DDY 然后呃 再作为这个流动性挖矿的一部分 所以他最后还是流动性挖 通过流动性挖矿 还给这个呃做事商了 就是我们的LP们 嗯 好 所以整个系统的循环就是这样 你会发现他跟比特币非常像 比特币挖矿 他是挖两个东西嘛 一个是交易手续费对吧 一个是那个 呃 减半就是每每年减半的那些东西 呃 比特币 库存 好 那我们知道流动性挖矿呢 他是一模一样的 他挖的是两个 一个是 他不止两个他有三个 一个是交易手续费 再加加上 他他这不是交易手续费 是转账手续费 呃 交易手续费加上 那个 呃 流动性激励池 这个对应的就是那个库存 因为他也是这个流动性激励池 他也是减半的 呃 再加上那个 分润 分润回购 所以他是有这几个部分组成 然后 这样他就永远可以挖下去 因为你有分润回购 呃 整个逻辑就是这样 所以呃 就是说一个项目从上线 然后到代币化的整个这个过程 呃 你会发现这个模式他可以 他非常的general 就是他无论是你对于一个 呃商业项目 对于一个 就如果 如果 你甚至可以从中拿掉一些部分 比如说这个分润 他可能没有 但是你也可以用这套模式去 对 整个最终的结果就是 呃 他他会改造众筹市场 他会在众筹到交付的中间 引入一个市场 然后你可以通过这个市场 去发现更好的众筹项目 所以他的整个一套流程下来就是这样 然后呃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 每当有项目 呃 上上上上 上线 我们就给他发一个自己的币 然后 生成一个交易所合约 然后让用户去跟着的合约去交互 但那个终端用户他可能是不知道我们底层的这些逻辑的 他无非看到的就是buy和sale 对吧 他其实就这两个 然后还有一个是climb 就是领分红 然后再周端一点呢 他可能还知道一个stake和unstake 对 就是lv用户他只知道这些 对就是参与到措施的过程 lv2他可能知道这些 对基本上整个流程就是这样 那他呃就是 嗯他会和其他的项目币发生联系吗 他不会 不会 只是跟自己项目币内部发生联系 那他 他 他面对的 对对手的货币都是AOD是吧 那就没有别的 对 他是一个 他在这一套 他是一个 流程里面 新状图 他是一个新状图 您看到这个吗 嗯 他的节奏是这样子的 就是每个红的是一个项目方的代币 然后中间绿的是那个AOD 嗯 嗯 是 那 嗯 那比如说现在我是一个投资人 嗯 然后我要买了众筹的产品 嗯 然后 呃 我们在 我们在 我们在解释这一个层 就是我们 我们是怎么对他做一个就是最简单的一个解释 就是 呃 你你你完成了我们这个众筹就是消费众筹这个 或者说股权众筹这个产品购买之后 你接下来还可以干还可以干什么 就是你可以 参与到那个交易所的交易当中 然后 呃 也就是二级市场 然后产生一个流动性了之后 形成了供需关系 大家 在项目还没有 呃 就就就可以是在项目 就类似于二级市场 他会呃 定期的一些披露一些信息 那么他们像 大家会对这些信息有不同的解读 然后 最后会对二级市场 呃 他的一个价格 然后会会形成一个 呃 就会形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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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估价 反映在那个 就是供需关系的变化上面 就相当于是内部在玩是吧 然后最后 可能到项目呃 真正产生分红的时候 然后就是凭借着手上的呃 手上的代币 然后去领取分红 对他应该是会有三个阶段嘛 对吧 第一个阶段就是众筹的阶段 就是众筹的阶段 他会决定我发行多少代币出去 他有他有可能是硬顶 也有可能是软顶 就是说你可以超过这个价值 那超过了他就会增发 对 可以增发 对 这也没关系 这是第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设置 对我们可以设置两个对 这是第一个阶段 就是众筹 嗯 第二个阶段就是你众筹完之后 呃 项目方自己 他肯定会去主动的去 呃 设置这个流动性池 出使流动性池 对 然后这个流动性的一开始的价格 肯定跟你征筹价格一模一样 对 因为你不可能就是说 只会高 我觉得只会高 不会低 然后呃 对 就第二个阶段 整个周期就是说 他没有分红 但是 因为众筹完了是吧 你的意思就是众筹完了 然后有些人没有买到 对 就是 你可以去阿基市场 阿基市场上面 对 你会去阿基市场上面 ok 嗯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 你不仅能够 交易 你还可以领分红 对 你的代币变成了 就有 可以领分红 并且这个分红是可以实时领的 然后第三个阶段会一直存在 直到你的项目消亡 就是 你会一直能领分红 对 你会一直能领分红 就看你的项目的性质嘛 嗯 其实我就是理解成 你你的你的分润这一块的话 其实他其实就是我刚才提的就是 其实跟项目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吧 如果他是一个比如说 呃线上电商类的这种品牌 那你把你能够 呃 能够有一个接口 然后然后能够实时的去去去传导 这些数据就是我的交易数据 那这样的话我可以形成分红 那如果类似于比如说大电影 或者说我们昨天讨论一些实体生意的话 因为在这种硬件软件 如果还没有配套的情况下 可能就是分红这一块 可能我们规定每个项目都可以有 对吧 对 所以分红可能我们很有可能很多的项目是行的 对 但是如果他没有分红 他就会有 他有那个商业代币 就是你在众筹的时候 呃 他会众筹出两个代币给你 一个是他的这个主权代币 或者是第二个就是 或者是第二个就是他的他的那个优惠券 但是这个优惠券呢 他也是一种代币 嗯 所以是两种代币吗 优惠券也是一种代币 有可能是有可能会众筑出两种代币 或者是他就众筑出优惠券 对吧 这种组合都可以 他可能众筑出很多东西 对 存消费属性的也有可能 他可能是每一种消费场景 众筑出一种货币 这也是有可能的 他可能众筑出多少东西 嗯 那这样子他的那个价值就被拆分了嘛 可能你的爱基市场的价值 他就被你的优惠券拆掉了一部分 但如果他既有分红又有那个优惠券的功能的话 他就会变成这样设计 那这个优惠券他虽然也是一个代币 但这个代币他不在市场上流通 他只有商家认这个东西 当成是一个商家自己认的东西 也就是我们线下在交易的时候 线上也好线下也好交易的时候 然后交换一下 对对 然后如果说消费了之后就消费掉 对 这个就是通证经济他的那个商品证券货币三位一体的属性 嗯 那我明白 哎 这一块的 对 反正有什么不懂的话 其实就类似于我 对 其实就类似于我 我是 我是 我是创造了一个二级市场 出来了 就是 你通过提供流动性创造了二级市场 这个我觉得这个区块链众筹和传统众筹最大的区别 也就是在于你有二级市场 嗯 但他 对但他不能和其他的稳定币形成一些关系是吧 对 其实这个新状图是最好的 嗯 最好的一个一个结构 就是你所有的东西 其实我比较喜欢结构 对对对对 尽量不要那么复杂 对对对对 尽量不要那么复杂 像现在的底片市场 它就已经是一个网状的结构了 哦 这样 就大家 大家互相都有关系 对 就是每个两个币之间都可以交易 他其实他本质上跟这种 都有一个会对 对他跟这种其实也没有区别 因为 怎么说呢 就是他会有很多很多套利的空间在里面 就变成了一大堆人在里面套利了 嗯 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这种不太不太合适 就那 那你对于中端用户来说 他们的复杂性就增加太多了 他们 对增加太多了 因为他们就会想啊 这个东西啊我可以 我可以这么操作 这么操作也许 对 这肯定就不适合了 他们最最初是不是对做做这个投资的决定 对你你最后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你有可能是说你我们这个红点是每个项目方代币 然后绿的是呃 是一种平台发行的稳定币 然后这种稳定币 他有可能是在那个交易所里面 在区块链市场上面跟其他的稳定币去进行交易的 这种稳定币跟传统的稳定币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到时候都可以发一篇白笔书说 这是a new kind of stability 因为传统的稳定币他们都是叫做外汇稳定币 他们都是跟其他的外汇去进行锚定的 比如说呃 BTC 或者比如说你拿以太坊去进行抵押嘛 他们会有抵押 嗯 这种稳定币呢 然后现在这个稳定币是跟项目的代币发生联系 对你会发现呃 因为你每一个池子 你都要存相等价值的你的稳定币和这个项目方的代币 所以你这个你的稳定币的总市值 它等价于你这个平台里面所有项目的市值 所有的项目 嗯 对那如果有人在二级市场上去炒你这个稳定币 呃如果比如说你卖卖它 但是你这项目的市值它没变的话 那肯定就有人会把它往回拉嘛 所以你这个你这个东西中间这个东西 它其实变成了一种稳定币 而且这种稳定币它的范式是跟现在所有的稳定币都不一样的 因为现在所有的稳定币要么都是算法稳定币 要么是那个呃抵押稳定币 但这个是一种新的抵押稳定币 而且他锚定的是是这个就是一篮子商品 你可以呃是那个你这个平台里面所有的众筹项目 而不是外汇 嗯嗯对 然后这个东西呢是这篇文章里面他有提到 你可以看到呃当你是呃形成了一个 这种你you only need it 你是吃了single sided的liquidity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只需要这个新装的图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一点我没明白 有一点我没明白就是呃刚才你说的就是 比如说我这个呃我我我这个集合了所有项目 总市值的这么一个稳定币 你说为什么他能够被买走呢 呃呃对真的就很有趣就是你我你他有呃 呃他会有一个治理的过程就是像makedown 那个白皮书makedown他会告诉你我抵押多少以太币 然后我发行多少稳定币对吧 然后你这边你会有着新的protocol 你会告诉我呃这个我们的这个稳定币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你还记得吗就是每当有用户来提供流动性的时候 呃他在stake的时候他会强制你呃相当于你 要买一部分的这个中间的那个稳定币对吧 你这稳定币就在这个阶段被铸造了 然后我会告诉你我们这个protocol呃 呃你除了被铸造出来的一部分在这个呃 铺里面之外还有一部分会跑到iG市场 对 然后这一部分的代币他们就会在那个交易所里面 比如说币安比如说火币上面去进行交易 嗯他就成 那么这一块相当于是相当于是增发出来的 对对他相当于有一个杖杆率 然后就像银行一样就你你变成了一个银行 只不过你这银行的抵押物是你上面所有的商品 然后呃你一开始当你只有三个项目 你只有十几个项目的时候你肯定没有办法把这个稳定币真正做起来 但是如果你今后说你这个平台里面不仅有项目有商业 你还有房地产对吧你房地产也这么晚 嗯嗯嗯 那你这个流动那你这个代币就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稳定币 在这个交易所里面在在交易所里面流通了 对因为其实呃像房地产的话 它是可以完成这个刚才你说的分论过程 因为如果说是房地产的话 呃房地产的众筹的话 更更多的很有可能是机构 它它直接呃它来作为就是这个物业的一个买卖的一个主体 就买方的这个主体 然后它通过通证的形式把这个房屋的产权能够平分给 或者说是按照比例分给这些投资人 对然后它自己一定会有一个平台 也就是说它在日常运营的时候 这些租金也好或者说涉及到的主要就是租金吧 就这这块的回报它会它会它会通过这一套机制 那这套机制一定是要和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一个这套分论模型 在技术上要对接起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实现 就房地产我觉得是反而是很有必要去实现 应该不是个人去个人的行为 它应该是那种属于比如说他们本身就是属于那个机构层面去玩那种 然后或者说去做那种对租房市场的这种 它能够租出比普通的租赁的一个回报率更高的一个 一个效果 所以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就是我们的远景目标 其实是a new kind of stable coin 当你把你这个盘子做的诅咒大的时候 它就会生成创造出一种新的稳定币形式 这个稳定币形式有别于现代市场上所有的有稳定币 明白 但其实我还有一点就是不清楚 就是还是还是还是围绕到就是稳定币被被买走 然后你说就是大家会把这个稳定币的一个估值拉回来 这个拉回来指的是什么 好我们回到这幅图 我们回到这幅图 对对 你在阿吉市场上去买中间的这个稳定币 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这个市场上里面的所有的项目 他们的市值都被都被拉高了 都被等比率的拉高了 因为价格上涨了 你能理解 比如说这个市场上面有 有一块钱这个a项目和10块钱的b项目 现在有人把你这个稳定币的价格拉高了一倍 就中间这个稳定币的价格拉高一倍 那它相当于你的a项目现在变成了值2块钱 然后b项目值20块钱对吧 但是这不可能的嘛 因为没有不可能你两个项目它会等比率的就是被拉高 也不可能它一下子就都被拉高那么多 所以现在市场上一定会有人来再卖掉这些 这些卖掉这个toker 所以你的稳定币就又被拉回 它对于这个项目本身的一个价值有自己的认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反向操作也是一样的 因为稳定币 反向操作就是你卖掉的话 那这些项目还在嘛 他们还是原来的东西 但是他们的市值 那个叫啥就是 就莫名其妙的就降低了 但这也不make sense嘛 所以又会有人把它买回来 所以结果就是你中间这个东西变成了一种稳定币 并且这个稳定币它是不依托于 它甚至比人民币更稳定 当然这不太不大可能 因为人民币它已经锚定了足够多的东西 但是它是一种新的范式 就是这个 它跟现在的稳定币的形式不一样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你去看AMPL的白皮书 它会告诉你他们的远景目标 他们的短期目标是创造一种 diversifying asset 就是它告诉你 它跟其他的capital不一样 然后它中期告诉你是一个 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远期是什么 对 所以你关键是 你虽然较稳定币 但你不一定稳定 但是你至少肯定是一个 diversifying asset 对 它肯定是一种跟现有的这个资产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已经能够让投资人买单了 我觉得 甚至我们在QE阶段的时候 你这套东西都不一定需要做好 你只要白皮书里面这么写 然后你把你第一步就是有几个项目这么上线 我估计投资人他们是理解不了的 不不不 但币圈的投资人肯定会能理解 其实就是说 简单的说就是会提供一个二级市场 对 你告诉你第一阶段就是只是 我们该做什么 然后你远景目标 你看投资人的理解能力 你再说决定要不要说 对吧 我都说完了 你看反正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身问我 行行行 那这样反正我按照 我就是我先我主要是从项目端来把那个 就是就是就是传统这一块 然后把一些计划书上面一些东西写好 然后你这一块的话是不是也能准备一点 就不用很多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 你可以先写 你可以先写你知道的部分 然后留一把留白 然后留一些给我填控 对吧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可以 我到时候留给你 对 然后你对 你写完了之后 这样的话就对 就比较完整吧 然后如果说我觉得还是太 但这个你来把控吧 我觉得就你来把控就可以了 大概就投资人的反正就基本上可能对这一块不是特别了解 对 但是基本的一些金融概念肯定是都是有的 然后而且市场这些概念都是有 嗯 嗯 行 我我我明白了 对 我觉得我觉得很有意思 对 而且 呃但大骑士会对会对项目方产生一个责任 就是我们要 对 我们要确保项目 项目本身是 对 这个就 就变成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它的价值是可污的 对 那所以说 如果未来 其实我觉得 这个东西其实未来更适合于 偏就是 呃 像这种类型 如果说我们 我们未来可以往这块玩的话 也许地产的这块片段会越来越大 因为 对 当它越来越大的时候 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下就是 呃 你的远景目标嘛 按照你这个计划 你的远景目标 其实就变成了一种新的MakerDot 新的MakerDot 然后MakerDot它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Dot 一个是Maker Maker是治理代币 啊 然后Dot是稳定币 对吧 你这个平台 它肯定也会创造两种代币 假设我们这个中间这个代币叫Vode 它是一个稳定币 但是它是一栏 它是一栏字商品 然后它饭式跟现在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也会有的治理代币 现在这个还不知道叫什么 但这个治理代币它的功能就是说 呃 去审核这个项目 它是否 符合 就是你把它加进来 不会把我们一栏字商品 这个东西找乱 它主要就是干这个事情 嗯 OK 你指的一栏商品是这个 一栏商品就是你的项目的 所有的你这个平台 跟这个中间的稳定币 锚定的这个所有东西集合 嗯 嗯 嗯 但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白 那个 我这边 我这边会给那个币圈投资人看的东西 对 对 但我这东西的前提是你的众筹平台 呃 要有 要有 要有交易量就可以了 嗯 嗯 对 那明白 嗯 这个的话 嗯 其实 因为它是 它嵌入了这个极致 我感觉在 啊 可能 对投资人来说 本身就要有一些 还要有一些教育的一个 就是教育和引导的过程 嗯 如果是币圈的投资人的话 它 它肯定是不需要教育的 嗯 你看 就我昨天给你介绍的两个 一个是Hashkey 它们现在 它们是那个 嗯 嗯 分布式搞的一个海外的分身 它们肯定是懂这套逻辑的嘛 然后那个 嗯 嗯 而且white paper的内容 它也不一定是我们 短期的一个需要去 从技术上deliver的东西 嗯 因为你想想 没想到它是14年立的像 它17年才上线 对不对 它白皮说其实早三年 嗯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运 嗯 所以你你其实现在就要理解的 就是我们这套玩法 就是 嗯 怎么样把一个正熟项目 变成一个可交易的东西 ok 好的 可以 嗯 我 我想讲 然后 嗯 有问题可以随时问 然后那个我今天 我那个朋友 我朋友 我朋友就是说 他问了我一些问题嘛 就是那个对接支付的这个 嗯 就他问我们到时候 这个平台用一个什么实体 去对接这个奥比的支付 以及那个 我们 嗯 公司 公司账户 用 用你们的 到时候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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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啊 嗯 然后我们就是对你要进进到我们澳洲这边公司来 嗯 然后我们相当于我们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共同一个公司 嗯 重新申请也可以 用现在 我是 现在我自己的空客公司也可以 这些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可以重新申请一个 然后 嗯 从一开始把 我们现在有 就我们 我们现在有 对 我们这边已经有那个两个公司了 一个是上海的这个负责给工程师交工资 交这个什么 给工程师发工资的这个公司 然后还有一个是 嗯 新加坡有一个准备将来用来发币的一个公司 对 所以有两个实体 对 然后我担心是这个节奏搞得太复杂 然后到时候有点混乱 嗯 我是想的是 嗯 投资人的钱进到哪里 我们就以哪 哪一个来作为实体 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 其实 对 因为这样的话 可能对于投资人来说 会 嗯 更有保障一些 然后到时候你一起进过来 然后进到董事会也是 但其实这些 整个整个公司 这里结构这些东西 其实跟国内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澳洲 澳洲相对来说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模式 然后也 我觉得一开始也不会去设立 其他的一些子公司 就以一个主题来玩 嗯 那我这样 我怎么跟我现在的投资人交代呢 我是不是以我的公司的身份来持 你以现在的公司的形式啊 对啊 你用公司来持股啊 对对对 那我就没问题了 那我就没问题了 好 对 那就先这样 嗯 行 没问题 好的 可以 好 谢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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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